我現在用照片來好好看看心臟到底長什麼樣子 還有它的瓣膜幹嘛叫二間瓣三間瓣跟半月瓣呢 好我們先看這是心臟的心室橫切 這是心室的位置 因為我們知道心房其實很薄 心室才是把血液導體洗完會洗完搭 所以心室的臂一定很厚 但是心室的臂很厚 還分左心室那麼的厚 右心室普通厚看到嗎 右心室還是比較薄的 左心室比較厚 當然回去看前面一頁的循環圖就了解了 因為左心室的血液是要打到全身的 它的壓力一定要收縮時要很大的壓力打到全身去 可是右心室的血液打到的位置是打到肺動脈進行肺循環 肺循環肺脹就在心臟的旁邊而已啊 又不遠對不對 所以它的力量不用那麼大 所以肺循環的壓力很低 體循環的壓力才很高 所以各位你們在量血壓 你們量的是體循環的動脈壓 收縮壓一百二十毫米拱住 速度壓八十毫米拱住 一百二十毫米拱住很大耶 你們知道一百二十毫米拱住的意思是什麼嗎 如果你的血液是水銀 砍了頭之後會往上噴一點二公尺 那是水銀 水銀那如果是水呢 你再乘以十三點六 所以起前再說砍頭會噴很遠 血噴很遠 因為血壓真的很高 我現在說的是體循環的動脈 可是你肺循環破一個洞 它噴的血就沒那麼高了 肺循環壓力沒那麼高 因為它的右心勢的壁沒那麼薄啊 收縮力壓沒那麼大 好這是心勢的左右之間 壁的厚薄的比較 接下來請各位看我打星星的這個圖 這個圖是關鍵 我把一個心章拿來 我把它的心勢撥掉 所以這個圖沒有心勢 好我現在圍一個圈圈 這個圈是什麼鬼啊 這是心勢上面是心勢 心勢被我拿掉了 所以就是你從心坊的位置往下看心勢 但心坊被撥掉 所以呢 我把半模畫給你看 這是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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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就是 右邊的三間半 對 這就是三間半 因為還有三個半 一二三 好 可是看左邊這邊 咦 這邊就有個裂縫 這樣裂開來 它的空間是這樣一個裂縫 這就是二間半 所以當我看到解剖結構的時候 二間半是在左邊 所以這邊是左 三間半是在右邊 我就可以立刻知道 這個心臟的左右關係 左二間 右三間 左二 右三 所以二間半三間半出來了 我把它寫在這 二間半 長這個樣子 它做一個裂縫 三間半 長得有點像 賓士車 三個半模 接下來只剩半月半了 我寫一下 半月半分左右 其中的左半月半 在哪裡 就是下面這個圖 你看它的半模 也是賓士車 看到沒 我也畫一下 賓士車 三個半模 那這個呢 比較歪一點點的 這是肺動脈 所以旁邊這是主動脈 肺動脈 還是三個半模 所以右半月半也是三個半模 好啦 所以你看到一個通則 我們心臟的四個半模 幾乎都是三半的 只是呢 那個房式半的三半叫三間半 另外兩個三半叫左右半月半 因為外國人看到這樣的結構 你把其中一個半模拨開來 是不是長得像這樣子 他們就說 哎呦沒有蠻月的月亮 沒有蠻月 那就是蠻月 就是月亮的蠻月的一半啦 可是你看東方就覺得這哪是蠻月 這哪是半月 我們的半月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像是切西瓜 這是什麼叫半月啊 你這個對不對 是懸月吧 嗯 懸月小夜曲 算了不要玩了 所以咯 這就這樣 所以 通則上都是三個半模 好 那所以關鍵是它 為什麼只有它是二間 只有它有兩個半模 其他都三個半模 有原因的 二間半處理的是主動脈的壓力 所以 左心房跟左心室之間的二間半 它要承受你全身最大的血壓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半模常常會被擠壞掉 所以你會聽到二間半脫鎚 二間半有漏縫 二間半必所不全 就是它可能天生的 可能是用使用過度 可能是被感染 可能是別的因子 還有漏血 血液衝下來之後會漏回去 那它的程度有高有低 所以如果今天你被診斷 你有二間半或三間半脫鎚 或是必所不全 你第一個問題是問 請問醫生也不嚴重 那醫生可以說還好啦 像為什麼說還好 或是說要問有沒有嚴重呢 很多人一輩子都有 必所不全的問題 但他一輩子都不知道 他從來沒有去體檢過 也沒有發生任何的症狀 只偶爾 怎麼跑個步有點喘 有點貧血症狀 頭暈頭暈 他沒有症狀的 除了症狀很輕微 但如果今天你跟醫生說 醫生 這個很嚴重嗎 然後醫生就眼神很醜 還好你有提前來找我 你測完兩分鐘 我就下班了 哈哈哈哈 喂 什麼 嚇死了 醫生 不要整我好嗎 測完兩分鐘我就下班了 好啦 所以 嚴重者會知道多嚴重呢 他會直接跟你說 這可能隨時會讓你倒下 我們就要考慮裝人工瓣膜 甚至動手術 如果能夠縫啊 能夠用人工的方法 外科手術方法處理 就外科手術 如果真的很嚴重 就要裝人工瓣膜 或是瓣膜捐贈 嚴重者會到那個程度 好啦 那因為二間慢這邊的壓力 起伏很高 手術時壓力很高 手術時壓力很低 大家 所以真的瓣膜容易壞 有個通則 用這個概念來推銷 為什麼結果他是二間瓣 兩個瓣膜 不知道各位在玩 你們手上的器材 器具工具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感覺 越簡單的工具 越不會壞掉 這個功能結構好複雜的工具 十分就壞掉故障了 有發現嗎 所以這一樣的道理 你的瓣膜越簡單 越粗湧 它就越不會壞掉 你看我們的三間瓣 三個瓣膜 三個瓣膜 每個瓣膜都比較小 再加上它的縫 縫的那個長度是比較長 可是你看二間瓣就這樣的縫 縫比較小 長度比較少 而且我兩片很大的瓣膜 很大又很厚 就很粗湧 比較不會壞掉 所以用這種角度去思考 原來壓力起伏最大的 左側的二間瓣 它的瓣膜 它的瓣膜只有兩個瓣膜 為什麼是兩個 更簡單 不是一個瓣膜就好嗎 各位沒有一個瓣膜的 一個瓣膜就堵死了 對不對 所以兩個瓣膜已經是最低限了 所以演化上它這邊兩個瓣膜 很有道理的 一個瓣膜就堵住了 這個你也不可能跟醫生 醫生我覺得一個瓣膜怎麼辦 蛤 你怎麼會講話 你早就胎死腹中了 一個瓣膜不可能 不可能一個瓣膜的 那為什麼我穿肩半瓣膜 因為不需要 因為不需要 好為什麼呢 當你裂縫就有一條縫的時候 你要很大的壓力才能把它打開 但如果你今天 你的壓力比較低的地方 你卻只有一個縫 血液過不來 因為阻力太大 所以你要考慮喔 我很出勇 沒有錯 但是阻力會增加 你的血壓不夠高 會推不出來的 推不出來你的肺循環 就沒辦法循環 所以你看 這叫兩害曲奇心 演化就在平衡的 我很簡單 當然很好 但是阻力會變大 我的縫會變得很少 所以縫很多 開一招 同時打開好多縫 它的馬上管徑變得很大 我的阻力會下降很多 我的血液流了出來 所以它就是各種音質在調節 然後在演化上 選擇最好的就留下了 或是能夠活下來的 好以上用這個圖形 照片解釋幾個伴母 它的名稱來源